心土宝 心 是能生 能现 能变 土 是所生 所现 所变 都离不开 真心望心 真心 能生 能现 望心 能变 因果 同时 因中有果 果中有因 因果的教育 必须参透 我们这一生有缘 修善因 将来感应 感应善果 所以决定 不能造 我因 我因后头有 果报 我报 麻烦 现在受一点 委屈好 我们有罪业 爆掉了 所以要感恩 不是坏事 要看清楚 看得深 看得怨 如果看表面 你就有怨 就有恨 那干嘛 犯大了 你有怨恨 来生 又到要报复 你要报复他 他也不了解 也怨恨在心 再来时 他又报复你 这样子 冤冤相报 生生世世 可怨 非常可怨 这 佛教给我 要解开 要化解 不在他那边 在我这边 我这边化了 他就没死了 那真正学佛 就是这一条 带给你的利益 带给你的好处 就说不尽了 是解除你 生生世世 因果报应 都把你解除了 明白这个道理 事故 发脏 发愿别 空中 其赞严 决定 必成 无上证据 那 这是什么 疑 不可思议之因 其 不可思议之苦 当之 不可思议之因 就是 不可思议之苦 由至 净土者 须从此 信入 这两句 是 盆济 坚拒 是劝我们 把英国 搞得 清清楚 我们才真正 我们才真正懂得 善言 善国 我赢 我保 后头末后这一句词论 就是这一段话 一生参究 不是研究 二是参究 研究是现在人干的事情 参究是过去禅宗所干的 什么叫 什么叫 参究 什么叫研究 现在科学家都用研究 研究是用阿赖 参究是用真心 立心意识 就叫参究 心就是阿赖 意 意就是摸纳 识就是第六意识 就是 你能够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那叫参究 问题摆在你面前 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或者就明白了 那叫悟 悟有大悟 小悟 车悟 车悟比较难 小悟很容易 只要收敛一下 收收心 让心 没有念头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执着 这叫参 叫参参了 齐心动念 那就不是参参了 参是禅定 禅定不一定大作物 走路也能入定 行住作物都可以入定 定功身的时候 干什么事情都在定住 那就高了 这要慢慢许 很有受由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话 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 统统应上 心怎么样 心是清闲 日到 善 我 逆顺 尽悦 多能够 不放在行上 清清楚楚 明明白 明明白 智慧 深智慧 明了 明了就是 我们一般讲 深究 深入 把它究竟 搞清楚 搞明白 智慧就先行 阿 你 陛佛 阿 你 陛佛 阿 你 陛佛 陛佛 好